大家好,我是林佳,欢迎收看林佳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写《新引力日记》的一些经验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写了三页纸 其实这个文案是去年写的 今年可能再加上了一些新的感悟和自己新的成长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 那其实呢,《新引力日记》它也可以称为感恩日记 它的原理是把自己营造成充满富足和欣喜的磁场 然后吸引来更多的富足和欣喜 那么我们知道了《新引力法则》它的核心 并不是事件吸引事件 而是感受吸引感受 这个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面 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 那个里面分享过 没有看过小宝贝可以一步步去看一下 它是我们《新引力法》它的核心是感受吸引感受 也就是能量吸引能量 这个东西真的很玄学 那么我们写《新引力日记》的时候呢 就要基于好的感受和正能量来写 正能量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我们平时所理解的那种 一个劲的加油啊打气 不是打鸡血 而是诚实和勇敢 你拥有了什么 就承认你拥有什么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承认你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如果你现在很难受很焦虑 因为我们很多人知道那个《新引力法则》的时候 其实本身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的状态 包括那些想要吸引前任回头的 吸引金钱来的 如果说当你有的时候 其实你是根本就不会想的 像我现在很有钱 我根本就不会想要 我要怎么才能变得有钱 实际上 怎么说呢 就是你现在很难受很焦虑的时候呢 就是你不要强迫自己去想象自己很开心 想象自己非常的富足 这个东西是一种感受 你是通过我们的大脑是想象不出来的 而是你要接受自己正在难过的这个事实 对身体如实 对身体的反应如实的表达 那你的身体 它自己 我们自己的身体 它其实是会有一些 自己自我保护的一些能力的 缺乏能量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很想要睡觉 很想要吃东西 那当他想吃东西 或者想哭 想发泄的时候 你要允许他 如此 这样子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勇敢 对自己勇敢 对自己诚实的人 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 这才是一个往上 往上拖 往上拖的一个能量 才能算是正能量 然后那么好的感受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呢 喜悦 真正拥有的东西 真正已经得到手的东西 才会有已经拥有的感觉 对于那些没有拥有的 是不可能 你是不可能觉得你已经有了它的 更多的是 尚未到手的焦虑感 或者是呢 你通过各种灵性修行的方式 已经能够释放掉一些焦虑 但承认吧 你并没有真正的得到的东西 无论如何在提起的时候 心里总会有那么一丝匮乏感 哪怕是一点点的匮乏 也会吸引更多的匮乏过来 所以我们的第一步 是要建立自己的富足感受体验框架 富足感受体验框架 这个非常重要 一个人一个事情来到你的生命中 你对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是欣喜的迎接 还是抵抗和排斥 这些感受呢 它会构成你生活的感受的底色 相当于是一块幕布一样 你在幕布上画什么 它都是那个底色 而这个底色就像地基 越富足越牢固 我们能够承载的就越多 这么说能理解吧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来构建一下自己 富足感受体验框架 首先你对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较模糊 还是说已经很明白 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想复合 他非常的明确自己这个目的 但是此刻这个东西你是没有到手的 请你们都先做一个动作 放下 就无论任何的感觉 感受情绪 只要说得上来 还是说不出来的 你都在心里告诉自己 其实最好的是一个 最好是你去给你这些感受命名 因为很多 其实有很多的模糊的 不舒服的感受 我们是不知道那个感受 叫什么名字 只要你一旦给它命名 其实你就跟它能够隔开一段距离 它就不能够在那么深的 就是跟你欠在一起 不能在那么深的影响你 那这些感受呢 不管你说不说得出来 都在心里告诉自己 我爱这个感受 我欢迎这个感受 一开始可能是大脑在说 说多了嘛就往心里去了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也许会生起一些感觉 就是大部分而且是非常模糊的 负面的感受 这是清理的过程 就负面的感受上浮 然后你看到它了 你感觉不到它的时候 其实它也是埋藏在你的心里的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然后直到你看到它 它才会消失不见 然后这个过程 重复重复一直重复 直到你忘记重复为止 其实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就我们每天都做嘛 因为从小到大 其实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负面情绪感受真的太多了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个 对你已经拥有的情绪 的一个接纳 然后你就可以不管它了 接着我们开始写感恩日记 很多人也有在写感恩日记 但这个感恩日记不是说 我去感恩宇宙 给了我目前没有的东西 而是去感恩我已经拥有的东西 比如说你有很爱你的爸爸妈妈 你可以写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 给了我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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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很聪明的头脑 你可以写感谢我的头脑很聪明 让我的成绩很好 今天买到了喜欢的口红 可以写感谢我今天买到了喜欢的口红 还也可以就是对一些情绪 喜悦的幸福的情绪感恩 就是你越去感恩它 它其实就会越放大 越放大在你的心里 总之这一步是已经发生了事 已经实现了愿望 然后已经存在于身边的人 和已经体验到体验过的感觉 这个阶段呢 我建议先持续一个月 最少最少持续一个月 因为我们要用这个过程 建立起大脑对于拥有与满足 这两种感受的一个惯性模式 大脑是最容易感到匮乏的 随时随意都在感到匮乏 你觉得那些喜悦幸福快乐 那些是新的感受 不是大脑的感受 大脑只能感受到焦虑和匮乏 大脑真的太惨了 小我 一旦它感到匮乏无聊 那你的身体就遭殃了 就它会随意发出一个指令 那你身体各部位就会 相应的产生各种化学物质 合成各种感受 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 它会存在于你的五脏六腑里面 比如说 优悲伤肺 它是储存在肺里面的 怒伤肝 怒伤肝胆 生气嘛 就会伤肝伤胆 然后优思 你想事情想太多了 你的脾胃肯定不好 中国人又聪明 所以大部分中国人的脾胃 都不好 开玩笑 然后恐惧惊恐伤肾 不要看太多恐怖片 那种看恐怖片 看多的人 肯定是甚很好 甚很好的人 那如果是好情绪呢 就算了嘛 但是一般比较多的是 坏情绪啊 是不是 给我们造成了各种困扰 那在这种情况下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由坏情绪去主导的行动 大部分都是由恐惧出发 以失望告终的 做其他事情尚且如此 那写心理日记 这种类似 许愿日记的事情呢 就更如此 心理越匮乏得到更多的匮乏 那么为了建立起大脑 对于富足的条件反射呢 我们就人工的进行一段时间的锻炼 所以说这种感恩日记啊 就是对我已经拥有的东西 写这种感恩日记 至少一个月 当然我也建议大家一直写下去 其实我每天都在写 我是在手机里写的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能够用 那个 笔 在本子上写下来呢 更加的有仪式感 我是觉得太麻烦了 然后但是 很多小伙伴 我知道你们是学生党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小伙伴 自己做手杖 这样你可以经常翻 经常翻 这是一个很好的积累 你以后看到也会觉得很开心 然后这个对你没有什么坏处 反而增加你的小确幸 就每天都会有很多开心的感觉 何乐而不为呢 然后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其实刚刚那个 可以算是第二个阶段 那在这下一个阶段呢 在你的那个富足感的那个 刚刚我们就是在建立 我们的富足感的体验框架啊 那在你这个体验框架 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呢 你会开始自信了 相信有更多的好事 会拥入你的生活了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写 真正的许愿日记 就是我想要得到的 但是还没有得到 这个时候其实你对 对他的那个匮乏感 不会那么多了 那这个怎么写呢 我们不要用就是 我希望什么什么事情 发生这样的句式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 要用那什么 我已经得到了什么什么的 这种句式嘛 这里就说个小小的题外话 不知道大家对严林和符文 有没有了解 简单说来就是 手上嘴里说的和手上写的 其实这都能够 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咒语 你写出来的字就是符文 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东西都是带有能量的 然后所以说呢 这种有印有文字的东西 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珍惜 不要随意的去践踏 藏族人他们就做得很好 他们从来不会把那个印有文字的书啊 报纸什么的拿来 垫什么餐具之类的 接着说啊 就是这东西都是有能量的吗 你本来要做的呢 就是吸引力法则 这种和灵性能量相关的事情 那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字 就会尤为的重要 他们会变成 你得到那个 你想要拥有的事物的途径 如果是我希望的句式 那永远都要告诉自己 当下我没有 以后才会有 那么当每一个未来 变成当下的时候 你依然没有 写这个我们建议是用 现在完成时 加上完成时的感受 比如说我买到了什么什么 我好开心 我的日语达到了N1 感谢自己的努力 没有白费 我去了什么什么地方旅行 这趟旅行给了我 很好的体验 之类之类的 那注意 如果这个愿望 对于你现在来说 比较难实现 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小阶段 比如说学日语 你想达到N1 那现在可能你N5 你就先从N4写起 你想和谁在一起 但是你们现在关系 还不是很熟 那你就写 你们成为了朋友 你的一些魅力点 哪里哪里吸引到了它 循序渐进的来啊 这个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希望感 就这个希望感呢 它会促使你更加积极向上的 去活着和做任何事情 所以这个对我们 对于我们这个 就是写这个许愿日记 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是对于心态的作用 好 然后第三点 就不要写时间 就我真的就是 我做个案也好 还有包括我平时的那个视频也好 大家都知道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算时间 时间在我看来 如果说它对了 它就是巧合 它不对 也是非常正常的 不对才是正常 对不上才正常 因为虽然说我们写的是日记 就但它并不是像平时的日记那样 要写什么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日 在你的感恩日记里 还是愿望日记里也好 不要出现任何时间 也不要写在什么什么时候 我实现了什么什么事 就像那个死亡笔记一样 在哪一年 或者是下个星期天 谁谁谁死于心脏麻痹 不要这样写 这会只会给你增加焦虑感 时间除了制造焦虑和匮乏 对完成愿望并没有什么好的帮助 其实人类把时间给制造出来 其实只是为了成为帮助我们的一个工具 但现在很多人他被时间给控制了 我们反而成为了时间的努力 所以一定要从这里面跳出来 当下力量里面有说到 不要在意时间 除非就是你上班的时候 不得不去活在时间之内 下班以后你就相当于自己是没有时间 那就为什么 就是这个时间真的是幻想 我们说人是三维或者四维生物 其实并不是 人类呢 其实我们是更加 比我们认为的维度是更加高的 比如说立方体 它的物体都是三维 那我们从更高维度才能看到低维度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是低四维 或者更高 我们这里说四维 四维是什么呢 三维是长宽高 四维可以理解成时间 先粗略的这么理解吧 其实它在意境里面有更加深层的划分 但是我们现在就先这样理解吧 那既然我们人本身呢 是本身是四维生物嘛 那么四维空间这个时间 其实它和手脚啊 四肢一样 它是长在你身上的 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这个时间 这个区间 它就是长在你身上的这个时间 是不是细思极恐 就时间这么长 其实真的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那大家其实有看过那个星际穿越的话 大家应该对男主角有印象 他在那个五维的空间 他掉进那个五维的空间里面 就看到了他的女儿 他女儿叫什么 Morphe 对对对 他看到他的女儿从小到大的 每一个片段吧 就是 其实 就是他看到他女儿全部的时间 其实高龄看我们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剧透一下 然后所以说 时间既然是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能不能像运用我们的四肢一样 去运用它呢 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只不过 我目前可能还没有找到方法 我觉得吸引力法则 这是一种方法 有可能会有小伙伴说 维度不是我刚刚那样划分的 我只是一个高考 数学考了五十分的凡人 对我要求不要太高 我就想这样举例嘛 大家好听得懂一点 比较浅显一点 然后 那说到这里呢 就提一下秘密 就是他为什么叫秘密 就他没有告诉你这个秘密 其实可能因为 作者是不知道的 但是更可能是因为 他们不愿意告诉大家 但是现在 现在 现在我们知道了嘛 虽然说我们也还没有找到方法去 怎么 怎么真正的彻底的去运用这个 我觉得能够运用这个的话 那简直就是 哇好厉害 比如说你在四十岁的时候 你成为了意外富翁 你通过控制时间 把四十岁的那个 拿到了二十岁 哇 太厉害了 那其实在这个所谓的 我们每个人 独一无二的时间范围里 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的灵魂 或者说是我们的业力吧 给我们安排好的 非常非常丰富 多彩多样 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安排不到的 那就是 有的东西呢 它是四十岁来 就像刚刚说的 有东西呢是六十岁来 有东西二十岁来 但其实只要你在这个区间里面 你在你这个时间的 这个区间里面嘛 你二十岁也是可以得到 四十岁的东西 现在呢 误不出 就是大家我们一起 共同努力的去把 怎么去 怎么去把这个吸引力法则 在自己的身上运用好 去把它领悟出来 就是实践出真知嘛 自己领悟到的东西 才完全是自己的 然后也欢迎大家在 视频下面就是评论里面 给我 给我留言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 我现在很少会回了 但是每一条我还是会看 就你们 你们有时候跟我说的话 我觉得也能够成为 很多很多 都成为了开启我 启发我的一些话语 非常的感谢大家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 多多的给我留言 然后跟我 我们相当于是 一起学习 然后给我那个什么 后台留言也行 然后 还没有说完 就是说不要写时间呢 就是我们所定义的时间 就是几月几号这种 没有意义 因为说是感人日记嘛 其实只是说 你每天都要写 像日记的格式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下期可能是 占卜的视频 但是也有可能会 跟大家直播 直播可以另外开了 大家可以给我留言说一下 希望直播能够有 什么样的主题啊 跟你们聊些什么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家拜拜 祝你们心想事成